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幸均已遇难 连同21日已遇难的一名矿工 十名矿工遗体已全部升警 至此 沪山金矿事故22名被困矿工游 十一名生还 十名遇难 一名仍在搜寻 这起事故伤亡惨重 损失巨大 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 从已经搜寻到的 已经遇难的九名矿工的遇难位置来看 有五位矿工是在420米左右遇难 四位是在三种段 也就是500米处遇难 这说明啊 这九名员工都是在一次爆炸以后 自我逃生过程中 盘爬竖井 受到了二次爆炸冲击 遇难 所以我们说啊 这二次爆炸对矿工的影响程度更大